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送上掌声与点赞 那跌跌不休的APX终于暂停其下跌的步伐 在上方APX需要首先冲破25块的图形阻力 建筑公司CIM不幸领跌昨日市场 对于CIM而言 最近的支撑防线是在21的价位区间 香港恒生与上证指数使用大涨来做假期之前的收尾姿势 在恒生大牛股紫金矿业继续火热 而龙头腾讯则依旧涨势难停 A股方面国酒茅台继续高歌 猪肉概念牧原股份的状态则继续生猛 大A股使用大涨的红色为我们送上辞旧迎新的祝福 美国时段三大股指原地踏步 但中概股则继续鹤立鸡群 布局智能芯片巨头百度继续刷新股价历史 那年报耀眼哔哩哔哔哩的涨幅是超过了10% 特斯拉与蔚来汽车稍作股价盘整 而优步占盘内时段的涨幅是达到了6% 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温和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则再次表示 低息环境将会继续 贵金属方面黄金依旧未能攻破1850 白银坐落27的价位区间 原油价格则几乎没有波动 那牛年好运挡不住 鼠龟牛道净辉煌 再次向大家送上新年的祝福 2021年我们的目标是一起感受 澳洲的所得税到底会有多高 我是GoMarkets Island 我们下期节目见